淡黃的長裙 蓬鬆的頭髮 牽著我的手看最新展出的油畫 無人的街道 在空檔的家裡 就只剩我一個人開狂歡的party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浩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洛洛 歡迎各位小可愛回到我們的頭牌秀場 那今天看的是什麼秀呢? 今天看的就是上次我們收到的 瑪莉亞阿姨 在2020春夏推出的Dior高定系列 眾所周知 Dior的現任女裝設計師 瑪莉亞阿姨是一個女性主義擁護者 也經常在秀場為女性權益搖旗吶喊 對 這次Dior 2020春夏高定系列中 瑪莉亞阿姨又向整個世界拋出了一個結問 What if women rule the world? 如果女人統治世界會怎麼樣? 我想建議瑪莉亞阿姨去看一個電影 叫《女兒國的劫跡》 這裡面好像女人統治世界也並沒有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所以和性別沒有關係 我覺得其實跟性別是沒有任何的關係的 當男性和女性去分工這個社會責任的時候 這個世界才會變得美好 回歸秀場 本次瑪莉亞阿姨和美國著名的女性主義藝術家 Judie Chicago合作 在巴黎的羅丹美術館打葬了本次的秀場 1977年 我設計了一個媽媽媽的繪圖 當瑪莉亞阿姨邀請我跟她合作 我推薦了Dior建立一個天使的天使 我從未能夠認識的 讓這個展示在身體的天使 Judie Chicago這位藝術家 她的作品一直是以對生殖器的藝術性描繪而著名的 對,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秀場的外型 是一個抽象的女性身體的雕塑的感覺 Judie把這場秀命名為Goddess 就是女神的意思 對,從外面這個建築來看 是一個抽象女性身體 那觀眾進入的那個門是什麼呢? 生命之源 對,生命之源 大家品啊,細品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還不夠明顯的話 大家可以看整個秀場的地毯 它是由花草組成成了一個子宮的形象 讓大家來回歸生命之源 其實瑪莉亞阿姨一直在用旅行權益來做秀場的靈感 然後鎮臂高呼似的 我真是很想知道她在食尚圈到底經歷了什麼 這也是她的設計飽受爭議的原因 就是每次出來都會在網絡引起軒然大波 我覺得其實有理不在身高吧 太過燥地表達其實反而顯得自己很淺薄 但是現在是一個快餐時代嘛 就各種信息充斥的 而且更迭的速度太快了 如果瑪莉亞不這樣鎮臂高呼的話 我真的很懷疑她的聲音是否能被聽到 對呀,就像我們才華恆意在B站的粉絲也沒有到一萬嘛 所以我們在B站上面才要像個瘋婆子一樣 鎮臂高呼,快來關注我們 OK,那言歸正傳,回歸設計 瑪莉亞阿姨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她的靈感 也來源於古羅馬的雕塑 以及著名的意大利語畫家波提切莉裡的女性形象 我最愛的畫家 她的春 波提切莉這個意大利畫家 大家知不知道那幅著名的春 就是裡面描繪的仙女們 那才是真正的仙氣四溢 對,然後瑪莉亞阿姨在2015年沒有離開Valentino的時候 其實在她的早秋設計了一條那樣的裙子 對 其實她也是有一種重複自己的感覺 波提謝麗得虧就是死得早 如果現在能說話,她肯定說 親愛的瑪莉亞,你找靈感能別帶著一隻羊浩毛嗎? 有可能是在加固自己的形象吧 對,所以我們在這次Valentino就沒有看到那條裙子 因為她不能再設計了嘛 但是並不妨礙彈幕裡面有很多人說 這個衣服好像Balentino 因為她就是在Balentino幹了20年 我覺得現在很多設計師其實是一個固定的風格 比如說之前在YSL工作的Eddie 她來到了Celine以後 好多人說Celine你變了 變成YSL了,變成那妖艷見惑 其實不是,其實就是設計師自己的風格 像這次彈幕裡面有人說 你變了Dior,你怎麼看上去那麼像Valentino 請小朋友們,請你們睜大忌的雙眼 十雙城的大牌就那麼幾個 厲害的設計師也就那麼幾個 也就那麼幾個,風水輪流轉 所以整個行業呈現了一種森多粥少的局勢 大家就錯過看吧 或者說你就認定一個設計師看 要什麼自行車 你就不要看品牌,就看一個設計師 比如說我個人很喜歡的Kim Jones 之前她在LV的男裝做設計師 現在來到Dior,我個人覺得她一直是有一個自己的吊吊在 她的設計並沒有改變特別多 然後網絡評論上也有人說 這次Dior雖然是以古希臘女神為靈感 但是不如Doche Gabbana的那個設計 我真的說大家是認真的嗎? 拜託,清醒一點 真的,我們去看了Doche Gabbana 2019年的那個系列 它整個系列就跟一個喜福一樣 其實我都不願意說這個品牌的名字 因為上次是乳化世界 但是我還是要和彈幕裡面這些槓精槓一槓 Doche Gabbana它是一個意大利品牌 它靈感來源於西西利群島的那些貴婦形象 所以它的很多審美是堆砌的審美 而我們轉過頭來看Dior 它秀場裡面所呈現的那種希臘女神 是經過體驗的 對,而且是那種更純粹的希臘女神 就是我們可以在歷史書上看到的那種女神優雅的那種形象 而且說Doche Gabbana的那個秀場好看的人 你們看他們現在表現女神的樣子 還在背一個箭筒 那我想說如果靈感是現在的女戰士的話 是不是頭上還得放個衝動槍 然後對外觀眾一頓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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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 而且我覺得為什麼我個人更喜歡Dior的希臘女神呢? 因為它抓到了精髓 那就是人性與神性的一個結合 它通過的表現形式是通過Drip 就是褶皺 很多人會說這個高定很沒有技術含量 就是因為沒有重工的刺繡和丁珠 但是Drip 就我自己個人經驗來講是一個技術活 非常非常的難 尤其如何在那種輕如禪意的面料上 打造出那種褶皺 隨著人體的褶皺 其實是一個很考驗技術含量的 反而我個人是覺得通過立體剪裁 所裁出來的這些流線型的褶皺 是要比在一個死板的版型上面 丁珠要難得多得多 當大家提高定秀的技術含量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Dior之前的紀錄片 他們在製作的手工藝 就是如同打造一件藝術品 大幕裡面也有很多人質疑說 為什麼要穿平底鞋 這樣一個套裝每每穿高跟鞋更加俐落 更加有氣勢 這個原因我們也在之前的節目裡面說過了 瑪莉亞阿姨是為了解放女性的身體 讓女性在穿著漂亮的同時更加舒適 所以她一般都是選用平底鞋的搭配 如果大家想去了解這方面的知識的話 可以看我們上一集2020Dior的成衣系列 相比於這些仙裙 我個人很喜歡秀場前半部分的西裝設計 這讓傳統的高定秀場有了更多的看點 也充分展現了Dior的品牌精髓 我現在可以腦補很多女明星 在紅毯上穿這個衣服 比如說劉亦菲、妮妮、凱特大魔王、卡丘這些人 她們穿上這些衣服 我覺得是比一些裙子更耀眼的 而且自帶一種霸氣 殺的那些陰陰厭厭片甲不留 最後我本人也是很喜歡這次秀場的音樂 給大爺案例一下 這首秀場的音樂是來自挪威的女歌手 珍妮哈佛的《Ashes to Ashes》 《Ashes to Ashes》 《Dust to Dust》 歌詞裡面唱的是《Ashes to Ashes》 《Dust to Dust》 翻譯過來就是成歸成、土歸圖 穷歸穷、醜歸醜 基本排面一定要有 請大家給我們素質三連 同樣的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其他感興趣的秀場 想要和我們一起看的話 就請在彈幕或評論裡面告訴我們哦 好了這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我們下一場秀再見 拜拜